主持人 今天要講過這次三根小書 有一天 有一日豬媽媽 還有三個小書 有一天豬大哥說 我要蓋一間稻草屋 他要去稻田裡面 拿了很多稻草回家 然後就蓋了一棟稻草屋 豬二哥呢 說他要蓋一間房子 他就蓋了樹枝 他就去森林裡面 撿了好幾百萬根樹枝 他也蓋好 然後豬小雞他就說 我要蓋一件磚頭屋 結果他就跑到佳樂福去買了一大堆磚頭 也就是水泥 然後他就之後也把 他蓋了很久很久才把房子蓋好 明天大野狼從這領域跑出來說 不要吃小豬 然後結果 結果豬大哥他就在房子裡面打電動 然後大野狼就跑出來說 我要吃你 然後他就說 你幹嘛吃我 然後他就說 因為你好吃 然後他就把房子推倒 然後之後豬大哥就逃去豬二哥家 然後豬二哥在喝茶 然後他就說 大野狼快來了 然後他就說 你在騙我嗎 你這個笨哥哥 然後他就說 大野狼來了 然後大野狼就把房子推倒 然後他就 他就把 豬二哥跟豬大哥就跑 跑過去豬小弟那邊 然後豬小弟剛好在家裡看電視 然後結果豬大哥和豬二哥在 在那邊說 快點開門快點開門 弟弟弟弟弟 然後 然後他弟弟沒有聽到 然後他就 在看電視 音樂聲音開始很大 然後說豬大哥和豬二哥就被吃掉 然後之後豬小弟想說 為什麼我也沒有殺豬的慘雕聲 然後就 看了一下窗戶 然後看到大野狼 然後他肚子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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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想說 大野狼一定要來吃午 然後他就在 在 壁爐裡面 擺了好幾根刀子叉子 還點火 然後大野狼爬煙蔥 然後爬進去 然後跳進去 一跳就死了 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